我们今天讲一下空调屏的一些功能 有些朋友可能不会使用 这两个旋钮就是调温度的大小 左边右边都可以调 这可能挡住了 风速是怎么调的呢 风速是右边这个旋钮往下一按 它会变成档位 然后你这个加跟减都可以使用 这个呢就是吹风的方向 都都可以去随意调换 然后后部的空调是在这里 有一个方向 你可以把它锁定了之后呢 就改变不了 这个是关闭 还有一个座椅 座椅加热 就直接就是这样 加热 通风就是反的回来 就是通风 左右是一样的旋 左右是一样的原理 中间这个键呢 就是我们特殊做了一个处理 可能有的有的朋友觉得晚上开车 我这个黑黑的亮度可能还是有点还是有点赤眼 那我们就点一下中间它就关屏了 功能还在 点一下任意键它就是亮明了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我们一个车辆这个东西 车辆就是地形图它是对应的 这里随便调 它是可以根据它一个变化 一个模式 这个原车用它只是显示而已 然后我们这个音量旋钮 它可以 第一个功能就是音量增大 第二个呢就是确认的时候 它会开启双闪 双闪是开启 然后就关闭 然后再一个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有一个车的颜色是可以变的可以根据你喜欢的颜色你看这变成黑色了 然后我这里可能变成白色 你喜欢哪种颜色根据你车身可以自己设 可能我还喜欢红色对不对 我对应的是红色 可能你还喜欢的是有个类色是蓝色对应的是蓝色 还有可能对应的是银色我们就选一色 总共我们做了五种颜色的一个调配 其他功能这就是储物最大AC最大 然后这就是这个内 内循环AC开启 前后挡风玻璃的一个加热